Canva 最近推出了全新的 AI 功能 Canva Docks 它是一款視覺優先的文檔構建器 你可以設計包含影片、圖案、圖像、圖標和圖形的文檔 你可以這麼理解 Canva Docks 就是 Word 的文檔 還有 Canva 的結合 你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去快速做出圖文閉毛的文檔 非常的方便 這期影片我就和你一起探索這個非常好用的 Canva AI 功能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 YouTube 頻道運營、流量變現以及網路出現的內容 我每次都會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現在就到了 Canva 介面裡面 想打開 Canva Docks 你可以看到這上面有一個 Docks 選項 然後這裡面你可以創建空白的文檔 或者是底下會提供給你一些範本 你可以點這個標誌往右滑 或者說點這裡查看全部 這裡會展示給你全部的 Canva Docks 範本 我們可以首先創建一下空白的文件 在這裡面首先我們需要輸入一個標題 這裡面就輸入一個標題了 然後你會發現 在這個文檔裡面會有這樣的加號的標誌 這個就是讓你去開啟一個叫 Magirite 功能 在我點擊之後你可以看到有個 Magirite 功能 這個功能其實和 Charger GPT 是非常類似的功能 你可以輸入一些提示 然後 Canva AI 就能幫助你寫出一些文案 比如說讓 Canva AI 幫助我寫出 10 個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Canva AI 就幫助我寫出了 10 個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比如說可以制定優先順序和計劃 減少分心 使用時間管理工具等等 這個時候如果使用這樣的功能 我會先去看一下 Canva AI 寫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我想要的 是否準確 AI 並不能夠完全替代我們去進行工作 但是它能夠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去幫我們提高很多工作效率 當你使用 Magirite 的時候 你的提示它都會展示在這裡 一般來說我是不需要這樣的提示的 所以可以刪掉 Canva Docs 和傳統的 Canva 文檔其實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創建一個普通的 A4 文件 這裡可以看到我就創建一個空白的 A4 文件了 它主要區別就是這裡面沒有加號 而 Canva Docs 裡面就有一個加號 它可以讓你去啟動不一樣的功能 而普通的 Canva 文檔如果我們要加入文字 我需要選擇這個文字選項 然後選擇新中文字方塊 在這裡面去輸入我們想要輸入的信息 然後我需要手動的移動 去移動到我想要的位置裡面 或者是調整大小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它們非常大的區別 比如說在這裡面我可以再使用 Magirite 的功能 我想讓它詳細寫一下 羅去制定優先順序還有計劃 如果想啟動 Magirite 功能 除了點進這加號 你可以按住鍵盤上面的斜杠 也可以找到這個 Magirite 比如說我想讓它具體闡述一下 羅通過制定優先順序和計劃 去提高工作效率 這樣它具體解釋到 羅通過制定優先順序還有計劃 去提升工作效率 它這裡面列出了四個步驟 確定每個任務還有優先級別 制定一個明確計劃 確定所需要的工具還有資源 然後指定計劃的時候要跟蹤進度 並且根據需要進行調整 這裡 Magirite 功能你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但是免費的 Camera 帳戶 你終身只能夠使用25次 所以如果想長期使用 Magirite 的功能 就需要升級到 Chrome Pro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獲得30天的 Chrome Pro 的免費使用 不僅能夠讓你更多次的去嘗試一下 Magirite 的功能 還可以去讓你體驗所有 Chrome Pro 的功能 然後這些文字我都是能夠任意的編輯的 比如說在這裡面我可以修改它的字體 比如說我換成這樣的字體 然後增加它的字號 然後更改它的顏色 給它加一個下橫線 這些文字的編輯都是可以的 當你在點開這加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除了 Magirite 的功能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功能供應使用 比如說你可以添加不一樣的標題 添加內文 添加表格 比如說我可以添加一個表格 這裡面可以選擇表格的形式 有多少行多少列 這裡面我就快速添加了表格了 然後可以在表格裡面輸入任何的信息 然後你可以添加各種圖 比如說圓柄圖 這裡面添加一個圓柄圖 在左邊可以修改它的信息 在這個上面也可以修改圓柄圖的顏色 這裡面還可以讓人加入表情的符號 這裡面可以加入任何的表情符號 還有倒數計時器說明標誌等等 這上面可以搜索任何的內容 比如說我搜索圓形 這裡面可以選類別 比如想搜索圓形的圖像 我選這圖像的選項 這裡面展示給我更多圓形的圖像 所以可以快速的加入 所以這個功能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其他的文檔一樣 在左邊的元素也是可以任意添加的 比如說我打開元素之後 我可以選這裡加入照片 這裡面就加入照片啊 然後想加入影片也是可以的 這裡面就加入影片了 我也可以加入一些應用程式 比如說我想加入一個QR代碼 這裡面也可以創建一個QR代碼 去加入到文檔裡面 都是可以的 這個Canva Docs功能是非常好用的 為了喜歡這期影片的分享 希望能做個影片 點個讚 感謝你們多的支持 剛才我們有看到 除了能夠創建CAMMA的文檔 Canva也是提供給我們非常多模板 讓我們直接套用的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 代辦清單的文檔 當我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底下會有更多類似的文檔 如果想進行編輯 可以選擇這個自訂詞範本 這裡面就可以進行任意的編輯了 我可以修改這裡面的任何的信息 這裡面我就修改了信息了 我想加入其他內容 我可以選擇這夾號 比如說我選擇這本Magirite 這裡面可以輸入一個提示 去讓它生成文本 這裡面它就快速的幫我生成文本了 我就可以根據它的文本去檢查一下 是否需要加入我其他內容 然後也是一樣可以加入其他功能 比如說加入一些圖表 這裡面加入一些圖表都是可以的 這邊我給大家提供一個提高效率的技巧 假如說你看到一些模板裡面 有你想要的元素 你可以直接來到這模板裡面 比如說我想選擇這個元素 我就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回到我自己的文檔裡面 捏捏出來 這時候你看到我就快速的複製了剛才的圖表 所以這樣就能夠快速提高的效率 然後CameraDocs文檔 也是能夠讓你轉換成PPT簡報的 你可以選擇這個轉換 這邊可以讓你選擇簡報的樣式 有一些簡報樣式的選擇 比如說我選擇這樣的樣式 它就是這樣的風格 所有的元素都會在簡報裡面 或者選擇這樣的樣式 會根據你剛才文檔的內容 去幫你做出一些設計 去安排出一個簡報 如果你覺得滿意這樣的風格 你可以點進這裡去建立簡報 如果想要下載CameraDocs 可以點擊右上角分享 這裡面選下載 這裡面單的類型只能夠是PDF文件 然後你可以選擇不一樣的尺寸 然後點進這裡下載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都能夠去嘗試一下 這全新的Camera AI 功能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免費註冊Camera帳戶 如果想知道Camera AI 驚人的編輯圖片技術 你可以看這支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夠這支影片點個讚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聊天更多關於Camera內容 追蹤IG能夠會有更多互動 那我們下期片再見 掰掰